大家好,我是雷槍 FGO標誌性的咕噠咕噠系列活動 終於再次啟動 玩家們空降於日本戰國時代 運用不同的資源 攻佔不同的城池 嘗試一統天下 也就是迦納底之野望 辨識這次活動的核心玩法 而在這亂世當中 除了一些舊有的戰國重哲以外 一些新的英靈也加入了戰局 成為了大家可以抽的角色之一 而大家一直等待的八華之槍兵 甚至成為了活動贈送四星角 不用抽就能寶武 真的佛星到不行啊 當然有新的英靈便會有新的問題 這些從者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的優缺點又是什麼呢? 有什麼禮裝適合他們的呢? 又有哪些從者能夠與之搭配呢?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加清楚 信長總進擊裡面的從者們的優缺點 以及運用方式 便出了這部影片 希望大家在看完之後能夠略懂一二吧 還請別忘記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哦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三星巴薩卡 身長可 技能一提升自身暴擊威力 以及弱體耐性三回合 不過也會大幅降低自身強化成功率 技能二自身攻擊時 會提升攻擊力 以及降低防禦力各三回合 技能三則是提升集星度 並且在死後能夠拿到星星20顆 個人推薦先念一技再練二技 技能一的暴擊威力可以說是重點啊 寶具則是先讓自己有一回合的無敵貫通 並且造成無視防禦力的紅卡單體傷害 同時降低敵人防禦力三回合 從者的重點在於能夠無敵貫通 並且無視防禦的紅卡單體傷害 同時提升三回合100%的暴擊威力 三回合100%的暴擊威力 可以說是非常高非常恐怖的數字 而且保救還能夠降防座後續輸出 從者的傷害以及爆發力 可以說是毋庸置疑的 最近的三星真的都是怪物啊 不過三星從者自然會受限於三星體質 而且缺少保命能力 打短線爆發的話還是可以 長線作戰的話還是另選他人吧 而且技能有強化失敗的副作用 用起來可要小心喔 所以美玲搭配魚夫裡裝 上場就來一波紅卡暴擊兼寶具輸出 便是其中一個用法 同時技能3是稀有的死後buff 裝備看板糧做三回合犧牲打 死後拿星為下一名打手做輸出準備 也是不錯的戰略選擇喔 接著便是這次的四星Lanza活動角 八華的槍兵長尾驚虎 技能1提升自身藍卡性能和極星度 技能2自身迴避一回合 同時提升MP獲得量一回合 技能3全方位提升全隊的攻擊力 爆傷以及打星能力各三回合 我個人推薦先念3技再練1技 不過其實技能提升的趴率不高 所以技能666其實已經非常不錯了 寶具則是巴希術的藍卡單體寶具 同時攻擊強化強減 以及降低該敵人的暴擊發生率3回合 技能組可以說是非常實用的 就跟帝都的龍馬一樣 用起來手感非常不錯 而且技能CD偏短 藍卡性能又不錯 大家等了那麼久 真的不是白等啊 而且迴避又沒有綁死輸出效果 又能夠打一回合的極星輸出 從者的性能非常優秀 叫我阿嬤來玩 都能夠得心應手啊 不過雖然技能CD短 但技能的持續時間不長 而且血線偏低 並且缺少防禦命的技能 也是正面從者的問題吧 不過由於技能組極為泛用 也不是那種三綠或者雙廚放的G-8配卡 基本上組隊搭配可以非常多樣化 米剛以及賢王是優先考慮的輔助 而禮裝則是帶一些增加藍卡性能的禮裝 便可以輕鬆上陣啊 泛用的技能組又能夠輕鬆保五 乖乖給我練起來就對了 最後一名是五星AVANGER 三維一體的魔王信長 技能E能夠每回合提升自己的攻擊力3回合 同時三回合內每回合燒自己一千血 並且會讓場地強制變成岩上場地 技能2無敵一回合 同時提升自己的強解耐性100%一回合 技能3則是三回合的持續產星 並且疊滿後自充MP20% 所以強烈先疊滿3技再疊1技 寶具則是先防禦解除一些有神性的敵人 再打神性特攻的紅卡AOE寶具 並且持續燒傷敵人五回合 全體的神性特攻並且擁有自充技能 從者用起來並不會太過麻煩 對於紅卡輸出角色來說是非常不錯的 不過飢肋的場地魔法卡 用不太著的全體神性特攻 難以完全發揮實力的復仇者直接 直接即星下修正 自身又沒有即星技能 本身已經血量夠低又要持續燒傷自己 這名從者的問題還真的不少啊 所以在組隊的搭配上選擇不多 不解的讓度即星技能可以稍微拯救一下即星問題 而禮裝則是選擇一些即星禮裝 又或者是提升紅卡性能的禮裝都是OK的 甚至可以裝備解除燒傷的指令卡解決燒傷問題 雖然這名從者有很多技能效果都用不太著 直接和特攻的相信又不好 再加上奇怪的場地魔法效果 只能說是一名普通的五星罷了 不過那個帥氣的寶具演出 那個精緻的戰鬥模組 那個選擇眾多的靈機一覽 以及三種不同的從者語音 說實話,值了 更何況還有自充技能 平時用來打總火還算可以吧 所以還在等什麼 趕緊把這帥到破表的魔王信長抱回家吧 強度什麼的另外再說吧 在此希望大家都能夠抽到想要的從者吧 還沒訂閱雷槍的記得訂閱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雷槍最新最快的影片和直播吧 而影片下方也有雷槍的FB以及Discord群組 每天都會發布一些最新的消息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先到什麼期待 viel colabor會議 希望會有個主題 開設自己的平衡 會不會有一個公關 我們被舊名的 會不會有一個公關 這次會不會有錢 可以呈現 你喝不足